开启视觉录像 伊恩不玩什么虚的 现在也不是震惊感慨的时候 他直接要求芯片把他双眼看见的所有壁画用视频录下来 壁画简陋 但却又非常清晰有神韵 显然作画者是学习过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伊恩秉析 认真观察壁画中的一幕幕 前面的壁画已经损毁 只能从破碎之月开始看起 在月亮的碎片陨落大地之后 大地上的众生便被火焰包围 原本高耸入云的都市和建筑都于陨石雨中崩溃 而那些会飞行的车辆和空庭也都冒着黑烟坠落 这应该不是陨石造成的 而是一次大规模的机械失灵 强烈的电磁冲击 亦或是零能场域变化席卷了整个城市 街道上穿着长袍和各种服饰的居民们惶恐的四散 它们的样貌和特点并不一样 伊恩一样就从中发现了人类 精灵和矮人等常见人种 有着各种兽耳和兽类特征的亚人也不在少数 还异异有出现 而细细观看 也能从那些还未褪色的颜料中区分出白之民 铁之民 赤之民和金之民的差异 看来 在前纪元时 现在的诸多人种已经出现 但人种之间并没有任何高低上下之分 有些人身上还有赛博改装的部件 他们平等的在街道上行走 却突遇毁灭性的灾难 陨石的冲击只是前奏 随着月亮的崩碎 大地上光明不在 壁画上的一切都变成黑白 伊恩推测那可能是所有电子仪器都暂时无法使用的一种艺术性表现 而后 画面就回到沿海 一座通天高塔正在崩塌倾覆 海洋中似乎发生了更加恐怖的事情 虽然没有任何陨石坠入的描写 但是巨大的海啸 地震和地质变动正在发生 正是这些天灾摧毁了所有沿海的城市 通天塔同样不能幸免 它和繁荣的城市一同沉入大海 但是 在地底深处 一座原本设计就是为了抵御天灾人祸的基地还在运转 那正是红山基地 红山基地中的人似乎正在争吵 因为地壳和海水的遮蔽 那似乎干扰了整个泰拉世界的电磁波翼或是其他什么的零能场域影响并没有干扰到他们 基地内部还有着色彩 但他们还是陷入恐慌 一群人环绕着一个发光的东西正在互相殴打和内战 基地内死去了许多人 直到四位领袖站了出来 达成协议 他们制造了四把钥匙 分别代表能源维持循环与未来 锁定了基地中的许多危险已破损的区域 并对基地内部进行改造 只有四枚钥匙齐聚 才能开启那些被封锁的危险区域 以及基地大门 外面的天灾还在继续 但红山基地内部已经稳定 四大领袖联手治理 他们成功在基地内部建设起了内部循环 借用无处不在的光进行耕种 养殖肉处 维持住了足够的人数 时间飞逝 在月亮破碎前就已经年长的领袖们一一逝去 后续接任的其他领袖也都非常优秀 带领着红山基地内部人员继续维持生态圈 并维修基地内部的许多设施 这一段壁画略过得很快 仅仅是几幅画就讲述了好几代领袖的更替 显然绘画者对这段历史也不是很清晰 亦或是觉得没有必要细细讲述 总之 好几代领袖更替 红山基地内部始终维持稳定 但时间永远是最大的杀手 很快 伊恩就明白 为什么壁画要特意绘画这一段领袖更替的过程了 因为 在某个净水灌溉设施被肉处破坏后 披挂着绿色衣物 代表循环的领袖却一展没愁 其他人也都沉默 很显然 他们已经忘记了如何维修这个设施 或许并不是遗忘 伊恩沉默地注视这一段壁画 他很清楚 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 许多职能都被极其专业的维修机械取代 亦或是专业工人进行专门维护 一位机械工程师可能只对自己精通领域方面的机械熟悉 而维修工也不可能掌握维修所有工程器械的技术 除了尽可能要少带人的飞船和宇宙探索系外 基本不需要专业人员掌握多项技能 越是庞大的文明 越是精密的部门 其职工划分就越是严格 也越是需要更多人口 去维持自身存在所需的知识 说的简单点 虽然大家都会点基础数学义或是高等数学 但除却专门研究数学的数学家外 也没几个人知道他们平时究竟在研究什么啊 其余技术同理 天灾之后 红山基地选择自封弟弟 规避天灾隔绝 于是他们建立了完整的生态体系 利用基地能源养殖动物栽培粮食 解决了生存问题 但是 当所有第一代红山基地工作人员都逐渐老去 甚至是死去时 技术的遗落就不可避免 他们的子嗣并没有条件像他们一样接受完善的高等教育 即便掌握了不少技术 也绝不可能面面俱到 举一反三 更不用说 这群人中说不定根本就没有会修净水设施的专业人员 依照燕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说 这种事儿 一般都是外包的 廉价高效且专业 真的招人还得给编制 所以 衰退开始了 除雀净水循环设备外 许多其他的设备也开始陆续出现问题 当然 维修不了的只是少数 绝大部分关键设施都是重点中的重点 那些第一代红山基地人早就预想过这个问题 他们的子嗣后代固然无法与他们这些最精英的父母相比 但水平其实也没有落下太多 在前纪元文明姑且也能算是完成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然而他们子嗣的子嗣又该如何是好 这样下去 不出三代 红山人就会从前纪元移民 变成彻彻底底的技术野蛮人 他们掌握了一些高端的技术 但却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发展 为了改变这点 蓝色和白色服饰的人 代表未来与维持的领袖 思考了了许多个解决方案 譬如说 使用巨大的机械 让人学习知识 亦或是人工培养出一种外置记忆器官 将关键的知识记载在其中 一代代手术移植 将记忆和技术传承下去 再比如说 直接将知识铭刻在血脉中 随着成长 人类就能逐渐理解自己血脉中的知识 这些都是前纪元文明早就在发展 已经有相当熟练度的方法 最后 因为巨大的学习机器太过奢侈 容易损坏 也无法制造一些关键的零部件 他们选择了修改自己的血脉 以及一种外置记忆器官 作为帮助未来的红山人 维持技术水准的方法 他们将新生儿甚至是受精卵 置放在类似培养仓的罐子里面 然后进行调制 将许多知识写入本能 红山基地中有着大量基因工程的设备 这倒是与伊恩建岛的诸多一星生态圈相符 血脉传承对他们而言并不困难 现在 伊恩已经差不多明白了红山土著的来源 红山土著 毫无疑问就是红山基地工作人员的后裔 难怪绝大部分红山土著都是金之民 因为昔日工作人员中 最适应环境的金之民基因优势最大 通婚后生育出的新生儿也大多都是金之民 其他人种都因为不适应 所以自我压制住了险状基因 保证足以能够维续下去 但问题来了 红山基地亦或是说南海遗迹群中 有充足的能源 极多的资源 完整的生态圈 在这里面的日子 绝对比去外界生活要来的舒服 最起码 在基地内生活的土著祖先 从来没有为粮食而忧愁过 更没有因为缺少营养而全族适应性地变成那种矮小的模样 他们为什么要出去 放弃基地成员的身份成为土著 怀着这样的疑惑 伊恩逐渐朝着壁画的后面看去 未经许的年轻人 未经许的年轻人